云林地检署针漫线性鰻养殖业者 涉嫌贩卖含孔雀绿动物禁药的毒鰻鱼 为了追查禁药来源 嘉义县调查站搜索海市生化科技公司和威人药局 当场查扣了含孔雀绿的消化除臭菌348包 而整警调查呢还是负责人 竟然是云林县消防局秘书肖艳松 他的位阶呢可以说是属于高阶警官 原定今年7月退休 担心有串阵阴面证据之余 法院裁定积压 后面的化电机想办法还关闭掉好不好 化电机 云林县消防局秘书肖艳松 担任消防第二大队长时 在火场拼命救火 偷去消防制服 他还是生化科技公司负责人 嘉义县调查站前往公司搜索 查扣还有孔雀绿的消化除臭菌348包 肖庆负责人涉嫌将购入的孔雀绿化学原料 参入动物用的鲜料里添加物内 再以每包新台币120元的代价 贩卖给养殖业者来使用 肖艳松限职云林县消防局秘书 也是海市公司负责人 服警察以后考警官 公职将近35年 原先申请7月16号退休 每月可领7到8万 但云林递检调查 肖艳松疑四名知道 孔雀绿属于动物用精药 不得贩卖 却利用在警校学道的化工知识 违法添加在消化除臭菌 卖给药局后 再转卖到鰻鱼养殖场 肖艳松的门市和工厂 全都拉下铁门 没人回应 消防局直属长官则相当压抑 肖艳松身为公务人员 依法不得成为公司负责人 公司贩售的消化除臭菌 也涉嫌添加动物用精药孔缺率 云林递检除了裁定积压禁件外 也不排除先撤职查办 借中部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